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里一战就是一天 稍有不慎还会弄瞎眼睛 如果不是被逼到万不得已 谁会愿意干这样一份工作 在辽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 有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芦苇荡 每年冬至前后 当芦花落尽 辽河口滴水成冰 一百二十万亩的芦苇荡 就到了一年一度的收割季节 没到这时 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卷起铺盖 告别妻儿老小奔向这片金黄色的海洋 他们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刀客 把镰刀当作武器 卢尾荡就是他们的战场 辽河边上 农民石宝泉刚刚结束秋收 尽管今年收成不错 但卖来的钱依然远远不够花销 不过石宝泉最看重的收入 还在十里外的尾塘 距离辽河口三百公里外的河家沟 孙震昌也在忙碌这一年中最后的收获 他们一家四口 全靠后山上的十来亩枣树为生 但今年辽西天汉 大枣比往年减产了一半 夫妻俩对着一框框色紫暗淡 个头干瘪的枣子发起了愁 辛辛苦苦一整年 最后却只能卖出两万块钱 眼看寒冬将至 全家的生计成了难题 下尾塘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同样准备到尾塘庄外快的 还有距离辽河口一千公里的毕燕林 收完自家弟弟的玉米 他就开始挨家挨户地打听 有谁愿意一起去尾塘 村里人都说 下尾塘还不如去天津打工 一个月就有四五千 毕燕林也能够理解大家的拒绝 当地有一句流传的老话 好人不下尾塘 好驴不下墨房 说的就是割尾人的艰辛 不仅挨洞受累 还根本挣不到多少钱 最后问遍全村 毕燕林也只联系到了二十个人 第二天凌晨四点 毕燕林带着二十多个同村的刀客 踏上了去尾塘的旅途 背着大包小包的情力 坐完绿皮火车又换成卡车 一路颠簸 他们终于在天光大亮时到达了围场 这里的员工宿舍就是两排土炕 大通铺上 挨挨挤挤 能睡下十多个人 男女混住在一起 虽然条件一般 但生在暖和 炉干是上好的造纸原料 把炉尾出售给造纸厂 是围场每年唯一的收入来源 所以对于一年一次的收割炉尾 他们非常看重 作为承包人 石宝全今年收到了上面 收割一万吨炉尾的任务 围场会按照他最后送来的炉尾吨数 结算工钱 这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但他的工作也并不轻松 他每天把刀客们 从车站接到各个工地 不仅要安顿吃住 分配味田 为他们代购药品 和各种劳动工具 还得应付各种意外的发生 这天一个刚来没多久的刀客 就被割倒的芦苇 扎破了眼睛 来今天还来五天 干三天后还没刀你了 两个小时后 石宝全匆匆赶来 结算了这几天的工钱 就把他送回家了 这种情况事有发生 受伤的刀客 往往只能自认倒霉 所有人都知道 割芦苇有风险 但为了挣钱 他们还是会继续干下去 今年 丁彦林带来了数量可观的刀客 经常需要外出采买用品 为了方便 他出入尾堂 石宝全特地准备了一辆摩托车 只是没想到天气太冷 机油都冻上了 最后摩托车没派上用场 还得是靠石宝全的卡车来回奔波 割芦苇的时候 最先进入尾堂的是割尾机 只有把芦苇割到 后面的活才能开始 在几十年前 这些工作全靠刀客手上的一把镰刀 如今有机器收割 省了不少事 但依旧需要刀客们 把芦苇分解成对 孙震昌来尾堂已经十多天了 今年 他和同村的九个刀客 一起被分到了最偏远的一片尾田 这里的尾草不压秤 在按重量计算工钱的情况下 意味着他们付出同样的劳动 却只能获得比别人更低的收入 即便如此 想着入冬后 急需支付的一笔笔开销 他们也只能咬牙坚持 头顶箱箱走 山匹月灵归 嘴等一嘴毛 连等一层灰 这就是底层 老百姓罪民能的 能干这活 稍微有点能的谁能干这活 老何明年马上就要60岁了 本该是要移养天年的岁数 却孩子在鲁尾档上受累 孩子就要结婚 急等着用钱 哪怕掏光家地儿还是不够 老何只能又捡起了镰刀 我买的我给他吃饭钱 不得我 我也没钱呢 我一家的话 如果他吃 哪个都钱地儿 在寒风中 辛劳了一天 老何们最舒坦的时候 就是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 哪怕只是简单的白菜豆腐 也能慰藉疲惫不堪的灵魂 但要是公鹏离伟田太远 就没有这份待遇了 董梁和工友们负责的伟田 就算开着割尾机 来回也待两个小时 为了节省时间 中午饭 他们只能就地解决 吃这早已凉透的饭菜 几个人因为 没有划分好工作范围 吵了起来 大家都是临时组成的队伍 即便是董梁这个召集人 也拿他们没办法 欧国辉和刘立健 是刀客里最年轻的 仗着体力好 他们两个人搭伙 包了一整片伟田 一天能捆五百多捆 大概五吨多重 刘立健从师范学校毕业 曾经有着一份轻松的教师工作 但收入太过微薄 没办法维持生计 不久后又辞职了 吃了好几天的豆腐白菜 这天趁着下风早 有几个人凿开结冰的河面 抓了不少鱼 打算改善改善伙食 当他们吃饱喝足的时候 董梁和他的工友们 才脾行戴月的回到了工棚 端上热腾腾的饭菜 三两杯小酒下肚 白天一切的不愉快 都在碰杯声中烟消云散 商量着明天怎么更快的干活 一屋子人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食宝泉是第一个起床的 还有忙碌的事情很多 先是把草生送到尾堂 把路途遥远的刀客带到工地 中午还要为回不来的刀客送午饭 刀客们为他干活赚钱 他也得提供好后勤保障工作 就这么来回奔波了一个月 食宝泉累垮了 不得不到村里的卫生所住院 但此时 卢伟档的收割工作 已经快要到尾声 满地的桅杆等着被运送到造纸厂 要把所有桅杆运走 食宝泉至少要顾四台抓扣机 为了节省费用 他愿意不住了 一边联系工人 一边自己先干了起来 一捆捆桅杆装上了车 卢伟档被一扫而空 晚上食宝泉对着账单 给刀客们结算了工钱 每个人都差不多领到了五千块钱 年关将至 拿着陈甸甸的钞票 他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第二天一早 刀客们将背上行囊 揣着工钱 再次踏上回家的路途 来年 他们或许会来 或许不会再来 他们的命运就像芦苇 看起来卑微而脆弱 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不像命运低头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伊拉罐 但你看更多不一样的 人生败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